那下面一个topic我们来看一下 处理dialog的方法 那我们说有三种 prevention avoidance detection 然后还有进入第一个方法 那我们处理dialog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预防 就是在整个系统设计的时候 不让dialog发生 那第二个是有可能让dialog发生 但是呢我们来避免它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容许dialog发生 但是我们要能够侦测到它 然后发生dialog在recover 那第四个其实是最常用的 dialog系统就是用 根本不管它了 然后呢假设它都不会发生 那大部分作业系统都用这个方式 那怎么办 那如果发生dialog怎么办 我们用其他方式 因为dialog不管是prevention avoidance 还有这个detection 都是很耗费支援的 都是比较耗费系统支援 但我们必须要知道在理论上它很重要 实务上面呢我们可能就用 比如说你如果时间耗掉太久的话呢 我们就把你interrupt掉 就把你cancel掉 把这个process给砍掉 那这样的话这个就解决了 那如果你要去做预防侦测 或是避免的话呢 那要花比较多系统资源 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怎么样做预防 怎么样做避免 怎么样做侦测 好 那我们就先看dialog的预防 dialog prevention 那基本上第一个就是我们 就批免re-exclusion 就是说如果 如果是像这种 re-exclusion我不让它发生 就是说你一些shareable的resource 你不让它发生这个metric-exclusion的现象 那自然就不会了 那第二个是hold and wait 同样你不让它发生 就你让这re-quest呢 那一次就把所有的这个resource 通通re-quest到 这个你如果这process要re-quest 这个很多resource 你不要它hold然后再等 那一次通通给它 那通通给它的话呢 那就不会等其他的process 那这样也不会发生这个 这个 deadlog的条件 这个条件不会发生的 但这两个条件都有一点不太可能 为什么 metric-exclusion有一些资源 它真的一个时间只能给一个process来用 那所以它metric-exclusion是必要的 那hold and wait是有可能 但是整个来讲 资源的使用效率会非常的低 staviation就可能会发staviation 永远得不到资源 那你的资源被别人 被其他的人给就是要求住了 那我再永远等不到 所以所以这个 是这两个条件把它限制住了 是不让它发生的话 那就不会 那另外我们说也有四个条件 non-prevention的话 non-prevention 如果说你让别人来中断你的这个资源的话呢 那整个处理restart就变成比较复杂了 就是你 那这个 就我拿了resource 我立刻要放出去 那所以non-revention可以做这种限制 设计的时候可以做这种限制 但是同样的很难 对效率上来讲是不好的 我们说这个schedule也是一样 non-prevention的schedule呢 那这个效率上是比较差一点 那第四个secular way也类似 secular way你不要 就你给它固定的顺序 用total ordering 这所有resource time 必须要 你不能随意的去存取 都必须要这个 所以让它不形成这个secular 那每一个process呢 它request 必须要照那个resource的顺序来抓 那这样就不可能 形成这个secular way 就我要抓这个 你一定不会被hold得住 对因为我先抓到了 你第一个resource抓到了以后 那你其他人就不可能抓到这个resource 所以就也不可能形成一个circle 那同样的这个也是 负担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要做dealt-prevention 就比较辛苦一些了 那这里就是利用这个mutex lock 的PCRAD里面的一个 这个例子 那thread的话 假设这边有两个mutex的music 属性的lock了 那我都取得以后呢 我就再做要做的事 那这个所以有do work1 do work2 那do work2呢 也要取得这个 所以第一个是取得第一个mutex 再取得第二个secondmutex 那第二个这个work呢 是先取得第二个mutex 再取得第一个mutex 那这样的话 就我们讲到dealt 有可能会发生的 对 那 那另外一个实际的例子上 也可以看到像我们这个 这是一个transaction的例子 银行的存款的例子 我们银行存款 假设有两个lock 那一个是getlock 一个是frontlock 一个是to lock 那 那我们要withdraw 要deposit 那都要取得这个lock以后 才能做withdraw跟deposit 那 才能做withdraw跟deposit的这个动作 那 假设如果有两个transaction 那它同时进来的话 那transaction1它要 比如说要从A account 存这个 比如25块 transaction1呢 transaction2呢 要B到A呢 是50块 那它通通都会被lock在这里 OK 它两个 两个都会被 被这个lock住 那 那所以要做dealtlock prevention的话呢 所以加上一个order 不然的话没有办法 prevent 那加上order就比较 对整个系统运作来讲的话 又有限制又变复杂 那一般我们 在理论上面最复杂 最常用到的呢 就是dealt avoidance 事实上这个 主题里面最主要的内容 就在dealt avoidance的部分 那我们休息一下 就来看dealt avoidance